7月4日电影全民目击在京举行发布会 主创孙红雷 余南 霓虹杰 周伟彤出席 在此次以双面来袭为主题的发布会上 片方首次曝光了电影全民目击90秒预告片 揭开电影冰山一角 认识我杀了 我今天来有一个亲家 做你的编户律师 不用 谢谢 我就需要让他这么如死 一个敢于耍赖的老板 搭上一个善于颠覆的律师 那就是在庭审面前 以假乱真 人生在世 总有一些东西 为命终于 我是一个律师 我必须为真相对此 不要救我 不要救我 从这一份门开始 你 被解雇了 在发布会现场 孙红雷表示 全民目击是由一个叛逆罗利 在青春叛逆期做的荒唐事而引发的 总主创也自爆青春叛逆期的荒唐事 孙红雷更是自爆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初恋了 就那时候拉了一次手 我记得到同学家 那时候在 大尔滨市那个 道理区 中山大街十四道街 上市小学 他家就在对面 然后他拉了我一下手 他主动 他追着我 又不是我追着他 他追着我 然后那时候拉了一下说我害怕了 因为当时有个传闻说很容易怀孕 不是这是真的 真的我相信可能七零后这些人 那六零后五零后更碰到这种事 你看我们七零后那时候都碰到这种事 我吓坏了 好几天 我憋了好几天我就问了 我说会不会怀孕 他也不怎么懂 都特别单纯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张力报道